這條線大型的甲突破就在這裡 就這樣子 那下一個黃金 黃金創高了 黃金創高就是通貨膨脹又來了 那通貨膨脹來的時候呢 美國就通貨膨脹 他的通貨膨脹越嚴重了 他的債務就會越少 再配合他的美金 轉強 這個是台幣嘛 這個其實就是如果以美金的角度來看 就是他本國貨幣升值 就是美金變得貶值 美金貶值不就代表 美國的債務也跟著貶值 就是你去買美債或者是買美金計價的商品就貶值啊 就這麼簡單 所以他的債務又強壯了起來 他的債務解決方式就是靠 通貨膨脹 是不是因為這是美金計價 黃金越貴代表通貨 越嚴重 因為他是黃金計價 那其他的呢 這個是其他的國家的貨幣如果升值呢 就代表美金貶值 那我們是不是有很多的外匯存體啊 債券啊 那就會債券就跟著貶值嘛 是不是 你債券貶值相對的 他的債務就減少了 就這麼簡單